106多选9这题这是一个圆的问题 我觉得这题也是考得蛮有趣的 现在在坐标平面上呢 现在有两点 一点是00 一点是26 那他说一个圆呢 就是包含26 但不包含00 就是说这个圆有框住26 没有框住00 那怎么去解读这句话 其实就是说 圆心离26距离比较近 离00的距离比较远 那我们先把这样 距离这两点等距的这个边界 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画出来 这个这条的中垂线 对 所以这是0026 那这条中垂线 其实就是那个 X加3Y 通过这个中点E3等于10 所以这条线是 这个X加3Y等于10 所以圆心一定会在这样 这条线的右上方 因为这样子才会距离这里比较近 这里距离这里比较远 所以这里的关键想法 就是转换成中垂线 好 那接下来这个点 就交到的部分 就是那个X410 好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看每个选项了 圆心 有没有可能在第二上线呢 有 有可能在第二上线 但是会在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是错的 圆心 对 结果不会在第三上线 所以这是错的 圆心 会位在第一上线 有机会 对 但是呢 它X可以很大 也可以很小 所以必定小于10 这个就是错的 那圆心在X轴上 对 在X轴上有机会哦 但是它怎样 它一定要大于等于10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圆心在第四上线 对 第四上线的时候呢 它的X座标 一定大于10 这是对的 所以这题多选的答案 就只有选项1